你是我爹的爹 我叫你一生夜 什么样的山来 什么样的水 什么样的人来 什么样的故意 你是我爹的爹 我叫你一生夜 我爷爷 爷爷 告诉我爷爷 天上的神仙过一天 地上的人啊过一年 为财为宝为老婆 多少是多少是多少 多少是多少是多少 人的难过还得过 得过且过不思错 命中游戏也游落 抬头一笑 雁吹过 什么样的山来 什么样的水 什么样的人来 什么样的故意 你是我爹的爹 我叫你一生夜 我爷爷的爷爷告诉我爷爷 我爷爷的爷爷告诉我爷爷 我爷爷置疏 我爷爷的 我爷爷的 好适合 你也听不懂 好适合 我跟他人家说 你还要怎么办 我还能说 你还要做 我赶劫 我来 我都听不懂 我把事 她小时候来过这儿 这是一个仓库 这是一个仓库 对呀 好 来 进去看看 好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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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吧 米善 让他们打扫完你再过来吧 米善 这可脏了 米善 行了 行了 走吧 喂 你记得咱们小时候 你在这儿捉蜜藏 这里有一暗室 有一个暗室 对啊 在哪儿呢 没有吧 没有 我看没有 这个货 这个货 太脏了 干了吧 米善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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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敬有 里边吗 在这儿呢 现在有啊 放开 放开 我说有吧 放开 放开 我说有吧 来来来来 快把那凳子搬过来 好好好 去去去去 慢点 你笑 慢点 慢点 去去去去 米善 这 这太黑了 等 等 等他们 来了以后 咱们再一块儿吧 米善 这多可怕呀 这有灯呢 我先把它打开吧 这怎么还有胶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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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怎么办 你先喝一口 咱们再喝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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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吧 我来来 你来来 我 你 你 你看 这是我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给我录的 那个鞦韆 还有那两棵棉花树 那个时候的生活 多幸福 多快乐 那么多胶片 会不会跟电影票有关系 好 威恩 你先在这儿查着吧 我去看看东方他们回来了吗 我找了一个 我找 好啦 你们俩真是的 还是我来说吧 我们已经找到 那张电影票上的线索了 那部电影 是当年被你爸妈 花高价钱买走的 我猜也是 我刚才 在那边发现一个地下密室 里面全都是胶片 我们一起去找找看 走啊 走啊 走 就这里面 这儿啊 这是什么呀 不是 什么东西啊 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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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检查片子呢我 我检查片子呢我 你让他吓我一跳 巴黎塞色机 就这部片子 框子呢我 多一及 而是 花 fingertips 我宽散了 我拥有 你不准了吗 看你吗 还没有 还没有 我拥有 谢谢 你没来看一下 这里有个保险箱 可是没有密码 试试看 这个天蝎座的人太过好强了 他们占有欲高 而且这些人啊 他们妒忌心强 疑心病重 而且报复心强 明知故犯 城府太深 而且而且这些人恨太强烈了 顽固多疑善变 而且特别好冒险 性格多疑冷漠 蔡明珠 你们这些人 有没有天蝎座的人啊 有吗 是吗 没有 那谁是天蝎座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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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我看看啊 这张地图啊 基本上已经算比较清楚了啊 你看看 这路线 这山川 都表得比较清楚 就是没有具体的地址啊 这么大的中国 这这 你说咱们天津卫我们还没搞清楚了 就这么一张画的哪儿都不清楚的地图 让我们往哪儿找去啊 就是 这不折腾人的吗 我告诉你们 就这样的地图 我随随便便就能画七八张 也没说是哪儿 不知道真的假的 史蒂文 我知道谁是天蝎座的 教授 哎 你这是 你这是 我这是担心日本人和大帅的人找咱麻烦啊 这不带着弟兄过来看看吗 所以搞了半天这是误会 嗯 也怪我事先没打招呼 根据之前 解开谜团的规律来判断 现在最后的线索 就是教授了 说不定 这最后半片地图 就在教授身上 那咱们现在想要找到宝藏 第一个需要找到的人 就是教授 说得对 可是我们到哪里去找呢 米歇 你不要忘了 我们千里迢迢从美国回来 就是为了要找史蒂文 可是到今天为止 我 我们还没找到他呀 我记得 听大帅说过 教授 有可能在他手 这么热闹 来来来来来 过来 干吗 放手 我问你 说 你在大帅身边待过 有没有见过 这个人 就是中间那个 没见过 你 你再想想 他 人家已经说过没见过了 大帅之前也说过 教授不在他手上 我觉得他没有必要撒谎 依我看啊 教授一定被什么人挟持了 这么说来 这宝藏应该二十年前 就已经让人发现了 这残缺的地图就是证据 对 当年教授应该就是 解不开这星座宝盒的秘密 所以藏了起来 顾小姐 教授或许正等着你 帮他一一解开谜团呢 哥 那这教授也太坏了吧 他居然是在利用 不管怎么样 无论是教授也好 是背后有人操纵也罢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等 等 等什么呀 等他们来找我了吧 我说过 你把我抓起来 我冠在这里 对事情的进展没有任何帮助 没想到 教授培养了一个好学生 顾小培他们 离事情的真相越来越近了 我派出去的手下 也屡屡失守 教授 如果你还要执迷不悟的话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我被抓起来的地铁就跟你们说过了 保障的秘密只有顾小培可以解开 当初她父母留下来的线索 只要我能够解开的话 也不用等这么久了 如果你不能帮我们大日本帝国抢先得到宝藏 那么谁也别想得到她 那你想怎么办 我会亲自筹码 把顾小培干掉 我求求你 你千万不要把顾小培上吊 保障的秘密只有顾小培可以解开 你们的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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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有八块半 他们只有半块 这问题是 这些地图碎片 交给谁来保管呢 我有个建议啊 我觉得放在我这儿 最安全 为什么你保管啊 万一你被人抓了 那我们不是前功尽弃了 不是 就是 我建议 大家各自保管 行 你这个说的算比较公平啊 那就分开保管 这篇归我了 你凭什么呀 这不是分赃 借成有份 凭什么我就不能拿呀 龙哥 这里边出了多少力 你清楚 大家也清楚 这还没到 找到宝藏的时候呢 你就翻脸不认人哪 龙哥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 再说 前面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我们大家谁也不知道啊 有冯局长在 的确能帮我们分担不少 哥 老冯 老朋友了 开个玩笑 开不起啊 拿吧 这 这还有一片半 剩下的那一片半啊 我觉得应该我跟米萧儿 我们俩一人一张 因为这个宝藏是我们父母发现 并留到今天的 那不行 那有什么呀 你跟小培已经一人有益仗了 再加上这个就是三张半了 对我们大家都不公平 对啊 不如这样吧 让东宏来保管 他身手好 人也聪明 龙哥 应该没问题吧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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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外面方向很紧 日本人和大帅的人呢 遍布了整个天津位 大家的安全是个问题 我建议 大家聚在一起 彼此好有个照应 另外我这边呢 家派人手日夜巡逻 请你也告诉手底下的弟兄们 提高警惕 好 那就有劳冯剧长 还有龙哥啦 小培 你放心吧 这儿交给我们 你们安安稳稳地 顺你们大叫 班总 干什么呢 别看了 别看了 就我一个人 现在的问题是 斯蒂文到底在哪里 他什么时候出现 这招就叫影蛇出洞 咱们以不变应万变 我完全赞成东宏的判断 到时候 在背后控制教授的人 肯定会主动来找我 什么影蛇出洞啊 你这叫守株待兔 说难听点 你这叫坐以待毙 万一教授死了 或者找不着了 我们在这儿等一辈子 是不是 有多少人 别管有几个 你们就狠狠地打 对 给我往死了打 打 等会儿 是不是个女人 是的 对了 先让他进来 你让他进来吧 是 不是 我说明强 你唱的哪出啊 冯局长 你也在这儿 你们在找教授吧 我知道他在哪儿 就知道是你们小日本搞的鬼 在哪儿啊 把他交出来 具体的地方我还不清楚 不清楚 那你跑这儿干嘛 消遣我们哪 出去 行了 让他把话说完行吗 对 坐下 我的确不知道 关押的具体地方 但是我需要跟你们合作 你们要找到教授 而我 则要杀死关押教授的那个人 那个人是我的顶头上司 也是我的仇人 他杀害我父母 还一直欺骗和愚弄我 我知道教授在他手上 可是凭我的力量不足以对付他 所有要求加入你们 不行 不行 这个女人心狠手辣 好几次差点害死我们 我不同意啊 我也不同意 谁知道 是不是你又设的什么一个陷阱呢 对啊对啊 凭什么我们相信你啊 是吧 凭什么呀 对 大家先别急着表态 明强 我们聊几句吧 丰哥 来 大区 事严感 你相信他 说实话 我也不确定 他的身世确实挺可怜的 可是我也不能拿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当作赌注 不过话说回来 现在这个局面 我们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 明白了 欢迎你加入 东哥 你怎么了 这 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米少 你也不说句话 小培 我相信东恒的判断 目前看来 这也是救出教授的唯一办法 如果可以救出教授 我情愿冒这个险 报告大佐 美质子少首在两天 刑际十分可疑 情绪很不稳定 他抓了蔡明强和一个叫阿良的人 但之后又放了 好像知道了一些有关他父母的事情 我建议立刻对他革职查办 把个言诺 这里还轮不到你做主 这一只子 是我从小养大的 也是我一手培养的 我比你更了解他 但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他父母的事情了 不能再信任了 请大佐明长 这一只子 否ercie 李大帅哪儿 最近情况怎么样 自从上司碰面后 他就退到了后台 现在出面的都是朱副官 李大帅这张牌 对我们已经没用了 他想利用我们独存宝藏 找机会把他干掉 阿姨 严密监视美之子的一举一动 有什么异样马上向我汇报 但是不可以散自行动 阿姨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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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我坚决不能同意 这个美智子他十分狡猾 诡计多端 你们都忘了当初他是怎么对付我们的 啊 小培 东衡 你们一次次死里逃生 不都拜他所赐吗 你怎么好了伤疤忘了疼了呢 龙哥 人家的身世也很可怜的 从小父母就被杀了 还认贼作父替仇人办事 是 你难道一点通情心也没有吗 就算是这样 他转变得也太快了吧 万一 他是和蔡明强设的一个套 把我们大家都骗过去 一网打尽 怎么办 明强是我的兄弟 他说的我不会怀疑 我也相信我哥 不会帮着那个坏女人骗我们的 谢我什么 谢谢你帮我找到真正的仇人 也谢谢你 让他们愿意接受我 其实你不用谢我 你的遭遇我也经历过 但忽然有一天 你发现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都是骗人的 那种滋味确实很难受 这种痛苦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住的 但你还是挺怪 证明我没有看错你 你真的很坚强 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借口 让自己痛苦下去 只有重新站起来 好一个重新站起来 对了 你接下来有什么机会 我要借助大家的力量 亲手杀死那个沾网我父母鲜血的人 没至此 其实你有很多机会可以报仇 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帮我们找宝藏呢 他们欺骗和利用我 他们想尽办法要得到宝藏 那我就要竭尽全力去破坏 不能让他们目的得逞 小培 他们是兄弟 我没话说啊 你想想 蔡明强跟美智子 以前都骗过我们是不是 美智子的身世的确可怜 但是 不管是为了找到教授也好 还是为了帮他报仇 我都毫无犹豫 你 大胆 你是站在我这一头的吧 你下都那么说了 我还有什么好反对的呀 行行行 好 你们一个一个都是好人 就我一个是恶人是不是 我把话说在头里 别怪我到时候说没提醒过你 通往宝藏的地图就剩半张了 会不会在斯蒂文手中 可斯蒂文现在在日本人手里 柏东衡和顾小培 要勇闯虎穴 的确有些冒险 虽然内有美智子配合 外有龙哥和冯展鹏接应 但这群人都是乌合之重 为了救出斯蒂文 柏东衡和顾小培 必须冒这个险 现在的形势 对你我很不利 你 那个美智子 他要加入进来 博东衡他们不知道 被惯了什么迷婚他 一个劲地想帮他 你得帮我劝劝他们 那既然只有美智子 能找个教授 那你为什么要死活 不同意他加入呢 他加入 我他妈不少拿一份吗 老子当然不能同意的 老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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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意思啊 他妈的 我之前说过 郭安教授的具体地点我也不清楚 如果想要救出教授 我需要顾小培和博东衡 跟我走一趟 不行 这太危险了 我刚刚才认识你 这这这这 现在你就要把米薛尔带走 这不可能吗这 就是 这不等于送羊入虎口吗 我们今天也不干啊 嗯 想得到信息就必须付出代价 他们把教授藏得很隐秘 连我也只被瞒着 要救教授 我们只能冒险 谁知道 这是不是日本人耍零的计谋 说不定 他们就是利用我们抓我们 对吧 这也是我单方面建议 你们是否愿意 还是由你们自己决定 我 我是这么想的 这时候如果真让想回去 确实风险挺大的 要不我和东衡跟你走一趟 我也不希望顾小姐冒险 可是她才是整个 宝藏的关键性人物 我的上司 最想抓的就是她 好 我给你去 老师 是我美之子 嗯 有什么情况 学生已经抓到了 顾小培和博东恒 还好 那还在什么 直接杀了他们 老师 学生认为 这样不妥吗 嗯 据学生所知 他们已经解开了 有关宝藏的所有秘密 连线索也都破解了 如果就这么杀了 难道老师不觉得可惜吗 那你的意思是 学生会想尽办法 从他们口中 套出有关宝藏的秘密 如果实在不行 再杀不迟 如果真能得到宝藏 老师功不可没 一定会得到上风的肯定 好吧 那你尽快什么 另外李大帅为什么还没解决他 那个老狐狸一直躲在后面不肯露面 我们一定会尽快解决 那你尽快解决 是 说 宝藏的线索到底是什么 你们现在手里掌握了什么资料 如果你们交代 好处大大地有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们大日本帝国喜欢良民 如果你们再不交代 不要怪我不客气 住手 我刚和老师通过电话 要好好审问他们 好 顾小姐 我知道你们已经掌握宝藏的所有消息 如果你们坦诚相告的话 我们可以合作 很遗憾地告诉你 宝藏是不可能找到的 为什么 最关键的线索 都在我的导师斯蒂文手上 可是现在谁也找不到他 所以不是我不想跟你们合作 而是无法合作 谁说的 教授就在我们手上 你说的是真的 你说的是真的 斯蒂文现在在哪儿 你只需要把你知道的消息都告诉我 我们自然可以找到宝藏 不行 如果不亲眼看到斯蒂文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少佐 有关教授的事情是我们的秘密 你怎么透露给他们 相关的情绪你也看到了 不抛出一下实质利益诱惑一下 他们怎么可开口呢 但是这个秘密也不用说出来 你这样是有所我们大人民帝国的利益 我说过 没有下一次 来 来 干 龙哥 咱俩都是老熟人了 有什么话开诚不公地说 干吗来这套 来 来 老黄啊 你我兄弟在天津卫黑白两道也算是通吃的人物了 只要你我抛开往日恩怨 连起手来 有什么事办不成的呢 我西天龙哥指教 今天这事让我龙哥看明白了 我们这帮人虽然是一伙的 可是却各成一派啊 这个顾家兄妹就不用说了啊 蔡明强兄妹和伯东衡 他肯定是一伙的 顾小培和伯东衡 又是不清不楚的 说白了吧 他们全是一伙的 你的意思是 那个美智子就不用提了 剩下的就是你我兄弟了 他们一个一个都拉帮结伙的 就你我兄弟势单力薄 遇到点什么事 连个发言全都没有啊 可是 要是咱俩联起手来 这个我倒真没想过 不过龙哥 你这个人啊 一向为理事主 又言而无信 只顾着自己的利益 你别忘了 当初是你反对我入伙的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了 我们一切都得向前看 是不是啊 宝藏的事就在眼前 你要是再犹豫不决的话 这宝藏 可真没咱俩的份了 要搁以前 我肯定不懂 不过就像龙哥你说的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我答应你 好 有你这句话 我龙哥就放心了 来 干 口头承诺不如赶快想想办法 尽快找到宝藏 不过你放心 今天咱俩的话我记住 好 日后有需要龙哥的时候 还请出手相 我已经说过了 有关保证的事情 我真的是无能为力 教授 我是来告诉你一声 顾小培 现在在我手里 小培 你把他怎么了 小培他什么都不知道 保证的事情 我是从头到尾又是瞒着他的 但是 现在 顾小培已经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其中 而且只有他 才能揭开所有事情的谜底 如果 教授不想让你的学生受苦 那么 就老老实实地告诉我的一切 我真的有心无力啊 教授 看来 你是真的不愿意跟我合作了 那么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大祖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我们来说的 你真是不愿意 然是不愿意 学生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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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在等待 我在春天悄悄到来 荣华那片洁白 留住所有的爱 你还在不在 有十一年里花开 花开得像海 我们是那顽皮的小孩 离花离花 几时看 飞鱼当尘埃 初炉红装 烟归来 却徘徊在门外 梨花 梨花 为谁摆 窗前月艾艾 融化成一锁青苔 把思念 全部掩埋 Zither Harp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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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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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时看 飞鱼当尘埃 初炉红装 烟归来 却徘徊在门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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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花 离花 为谁摆 窗前月艾艾 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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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